台湾第一點 手機 相機 空拍機 360 全部拿出來 太漂亮了吧 好 好 專業訓音師 現在要來訓海歐了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上來就找不到 他剛剛怎麼踩 他剛剛好容易喔 重頭戲來 全部就是要等他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騙你 狂頭鹿我們從 狂頭鹿我們從 狂虎 南貓市的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適合拍 王美照的地方 而且就是自由潛水王美照 我們這裡屬於叫做 秘境 很不錯 可以看 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一個 360度無敵海景 無敵 海景 但這個應該就是屬於3D了吧 對 完全很震撼喔 你一上去你就會覺得 世外桃月 真的假的 有暗花名又一村 被你講成這樣 上去真的 我會很期待喔 真的沒關係 你越期待吧 這裡是 我們現在來的地方好像 就是一個夏季的日本 有沒有富士山 你再把後面那裡畫一個太陽 像烘烘的這樣 它是不是就滿像一個 富士山 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 它的島名叫做 南面掛 南面掛 它是有地理學家來看說 可能是早期的海底火山 噴發水形成的 現在對火山有概念的人 不要太心動好嗎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天然氣石油什麼 對不起 還沒有被證實 所以你們不要去想 就讓它維持這原來的樣貌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掛在那裡 那在過去那一個呢 那個是什麼 那個名字呢 叫做小白鯊 小白鯊 當地人就稱它為 黑鳥白鯊 黑貓白肚 所以你這樣來看的話 那個是它的尾巴 對 小尾巴 對不對 然後白色的肚子 一直毛趴在那邊 一直毛邊這樣子 對 躺那樣子 爬在那邊睡覺 黑鳥白鯊 好漂亮喔 鳥魚是一個典型的漁村 除了是澎湖丁香魚的 主要牢區之外 到了冬天 附近的無人島 更是盛產著野生紫菜 果然地瓜也沒有過 後山的視野真的是 三百六十度無死角耶 這什麼 這是什麼 這什麼 為什麼這個 要讓你們有一個確保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繩索 這是確保繩 什麼 我們等一下要帶你去看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 由柱狀玄武岩所排列形成的 大馬靴 馬靴 沒錯 我們不是來走馬看花看風景嗎 怎麼搞到又跟登山一樣 來 來 小心 你們小心喔 這石頭很滑 這石頭真的很滑 小心喔 真的要小心 看準每一步 來 看準 所以這要怎麼 小心 這邊 就在這裡 所有 所有的機器 就是手機 相機 空拍機 360 全部拿出來 快點 太漂亮了吧 在這邊 太漂亮了吧 你這條繩子也給我就好了 好 因為我呢 我一定要相信我自己 上面這條繩子是確定的 不確穩的 確定穩 對 你確定喔 我確定 要確定耶 我確定 你要確定 非常的確定 再給我一點繩子 好 再給我一點 再給你一點 好 太酷了吧 等一下喔 那個... 你幫我把你的繩子 纏在你的身上 那個不要理他 這個不要理他 對 把我的... 謝謝你 謝謝你 來 我沒有想要下去 我也沒有想要下去 我只是想要往後扛一點點而已 好 再給我一點點繩子 一點點 好 可以 可以了 走 好輕耶 好 好舒服喔 真的嗎 在這裡看馬靴的感覺 對 他這整個樣子就是像 真的就像一隻馬靴耶 對 你說這個是誰發現的 這是誰發現的 是一個日本的一個攝影師 日本的攝影師 他無意間發現的 他就只是來到這個地方 走走看看然後拍拍照 等到他回國呢 對 去整理照片的時候 對 坦白發現 我怎麼拍他一個很大的馬靴 對 我說在日本人對台灣貢獻 其實是不小 因為呢 他又幫我們發現了抹茶山 現在又幫我們發現了這種 澎湖壯觀的 玄武岩做成的馬靴 哇 好漂亮喔 鳥羽耶 真是 鳥羽花香喔 我要去穿馬靴了 然後我 我知道 所以我剛在卡 就是在卡住啊 對 卡兩顆 對 我把兩顆卡住 好 OK嗎 等一下喔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走開 你往上一點 然後你蹲下 對 要中心往下放 對對對 再給我石頭 沒有沒有 再給我一點身體 再來一點 好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放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 可以了 OK 喔 等一下我拉高一點 喔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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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空派機我用正面給你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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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直接有一個雕首 我只在試而已 入 1 4 3 2 1 3 2 2 1 1 公雞的雞 善良的善 刀魚的魚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觀賞我們的鳥群 你知道為什麼我手一直舉著嗎 因為要讓牠們過 因為我在等牠們吃東西 我覺得會吃耶 我們來看看牠可以多近好不好 我們先尋尋善用 我覺得鳥 尤其是海鷗這種鳥類 我跟你講牠們很聰明的 你看喔 丟了 就走了 然後我每一個 我每一個丟的 會比我剛剛丟的再低 看到了嗎 然後這個會再更低一點 來了 這個就會站在手上而已 你看 沒掃到… 走一隻 來… GO 專業訓音師 現在要來訓海鷗了 來訓海鷗 現在往海燕鷗 是我們所有的燕鷗族群裡面 體型最大 名字叫做鳳頭燕鷗 原來是訓音師 因為你剛剛已經把牠的空域拉下 而且牠們不怕人 牠們不怕 就是 超近 等一下 多到 再一點就稍微要散一下 OK GO 來 OK 這裡還有 還有 Yeah OK GO 這是一隻一隻丟 其實基本上 我喜歡看的是壯觀的 真的假的 壯觀的就是一整把 撒的時候很像天女扇花一樣 對 把它撒到水裡面 好 喔 喔 一整集 你這張嬌嬌耶 打開你 整集就下來了 You see 給牠的一個 對 對 對 我想牠停在我手上 他以為我手上有 好刺激 不怕再一句還給我從這邊掃過 嚇我一跳 嚇死了 打你你的手指盒就不見了 然後有一些小的 對 小海鷗在上面 在上面 所以現在應該是浴廚的季節 對 浴廚的季節 已經有些 小伯伯已經孵化了 而且 寶寶會被母鳥趕到水邊 幹嘛 教牠學游泳 教牠學 因為牠們本身會自己出去外海密食 那你密食的過程中 你就是要會游泳 這種鳥群 牠們會潛水 對 潛水有教育的喔 澎湖群島 是東亞候鳥遷徙路線的終極站 根據調查 全澎湖近三百種鳥類 候鳥就佔了五分之四 其中的夏季候鳥驗鴻 則多棲息在無人島 繁衍下一代 現在你看到很多的十秒 都在上面 這太壯觀了吧 十秒 一片 滿滿的都是 牠只有在四月到十月 這六個月的期間才會來 就是暑假這個時間 對 因為基本上牠們是 就是追尋著牠們的食物來 像現在 是我們澎湖的丁香魚境 對 所以牠們是追尋著牠們的食物 丁香魚而來 懂了 懂了 只要中秋節過後 東北季風吹下來之後 牠們就會往南飛再去 再次吹行 牠們飛行的樣子好漂亮 很漂亮喔 有沒有拉線 牠是所有的燕鷗族群裡面 體型最大 對 最大的一群 而且牠們的尾羽 還有牠們的翅膀 都非常有利牠們加速 因為牠們的尾羽跟翅膀 都是屬於肩形 牠是肩形 所以牠在加速 在撥空氣的時候 牠那個擾流的時候 很快 歡迎 我聽說這邊 你們這一群年輕人很會玩 是 我們就是一群 以前就是愛冒險跟背包客 或是去其他國家旅遊 然後我們也有一群就是從特戰 就是閃兵隊的教練 閃兵 對 就是特種多端部隊的閃兵 就是一群被閃兵耽誤的玩家 可以這樣講 應該是說閃兵 起包了我們的玩心之類的 真的喔 跳過展什麼都不怕 然後就很 什麼都想嘗試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挑戰 從海上 看不動 隆凍岩場 綿延四公里的海岸線 是全台灣最大的戶外天然岩場 地形變化多端 攀岩好手 各個都是趨之若霧 等一下 這個是 是豆哥 豆哥你好 你好 你好 阿松教練 豆哥小豆 你好 今天要麻煩你了 不會 不可能要爬給我們看 OK 沒問題 首先 你之前有玩過攀岩嗎 除了這個腳腕出去以後 就會面對到真正的太平洋 好溶洞 太難了吧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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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第一點 其實這個它不難 它是比一般室內延長還簡單 但是它唯一的困難是什麼 我也不相信你們這種 這不難 它是垂直的 這怎麼爬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是內傾的 只要你的腳 你敢勇敢地站起來 手只是稍微保持一下平衡 就可以了 對 怎麼被你講起來 我突然間有一點信心 真的 我覺得你一定可以 沒問題的 真的嗎 對 我應該會走這條 然後上去 這個的這一塊石頭上面走 走到這裡 首先我跟你講 我們的繩子 沒辦法這樣做得到 因為你繩子會一直轉彎 會很卡 那怎麼辦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爬直線 一定要直線 對 你稍微讓你那個 往左右偏一點點可以 可是你不能偏太多 這裡 我們從這邊繞過去 從旁邊繞過去 但是前面這裡很難 好 試試看 好 那我就選擇這一條了 我試試看 好 OK 說得簡單 一邊穿裝備 一邊就只能感覺到 自己要不停加速的心跳聲 看著教練俐落的身影 我真的可以嗎 我覺得第一個要上水平好 我現在還是要看他踩哪些地方 但是我等一下應該都忘了 他怕得好優雅 我會不會就是每一段都在休息 我手都流汗耶 我看他跑 你為什麼跑手都流汗呢 加油 加油 開始攀登 這下可不是開玩笑的 在接近90度的天然岩壁上 安全是絕對重要的 完整的裝備和專業的教練指導 缺一不可 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步一步地突破自己 我這裡起開 等一下就像這樣 我們到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到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他剛剛怎麼踩的啊 等一下 你剛剛怎麼踩的啊 怎麼都看不到他怎麼踩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一點要踩 對 我覺得攀岩看起來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上來就找不到 他剛剛怎麼踩 他剛剛好容易喔 我現在 在哪邊啊 對啊 我要到那一格啊 但是 走到 走到了 離地面越遠 我的心情啊 也就跟著越來越忐忑不安 手要抓哪裡 腳要踏哪裡 問到我自己啊 都懷疑人生了 看教練爬得輕鬆自在 但自己爬起來 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 雖然難免會緊張 但在微風的吹拂下 一步一步繼續往上爬 從來挑戰自我 就是突破極限 安中 我到了 我到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給你看 因為我看到他了 OK 最後一個空盤在這裡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 攀岩 其實也是讓你一個 無法想太多 你會忘記 所有的事情 你只要記好你的每一腳步 每一隻手 都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很好 這感覺非常好 我覺得有機會 你真的要來試試看 Yes 通過歐夫給我的第一個挑戰 國際延場 成功解鎖 信心值大增 接下來呢 我已經準備好迎接下一個挑戰了 那就是乘坐在SUP 從海上揭開溶洞的神秘面紗 好清澈的海水喔 歐夫問一下 是 我們這邊的地形是很適合玩 這個SUP 是嗎 就是它以東北小海岸來講 如果今天的風向是OK的話 它可以激動它這個浪漫 它這個浪漫 它這個裡面非常地平靜 就是在裡面是可以很好玩的 右轉進去之後 開始就會比較多礁石型跟浪花 好 盡量避免走到岸礁 好 因為有些海浪會把岸礁蓋過去 對 所以人家提前預判 30公尺遠能不能岸礁 好 去指導 問一下 它這邊的地形 靠近礁岩的地方 它是屬於 流是往外拉還是往裡推 它的流往那裡 對 往這邊推 所以靠近石球這一邊 石 對 靠近石頭那邊的話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任何動靜 對不對 反而靠近石頭那邊的流 會直接直到那邊 OK 浪來了 前面要出這個甲灣 我們出了這個甲灣出去以後 就會面對到真正的太平洋大海了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在灣內裡面受保護 但是只要一出去 你就沒有任何的保護 但你就要繞 繞這旁邊的線繞過去 試試看喔 好溶洞 你看真的溶洞在哪裡 Oh yeah 現在有幾個 幾個路線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 從最外圍繞 還有一個就是選擇搖滾區 但是搖滾區也有一個好處是 你一進去那裡面 所以你會被擋住外圍的膠岩擋住你 所以那也會比較好一點 我看到我的目標了 海上行蹤 用力往前滑 來到外海 更是對體力耐力 還有意志力的一大考驗 不過教練說 今天算我們運氣好 因為要前進溶洞 得靠天時地利人和 要是遇到風浪太強 根本滑不出溶洞灣 感謝老天保佑 讓我們順利朝著神秘的溶洞前進 整個人被避海藍天美景包圍著 雖然累 卻也是最難忘的享受 對玩家來說 這個點大概你給滿分五顆 對 難易度來講幾顆 玩家來的時候 真的是快到五顆了 快到五顆 八顆 對 天氣 對 那你這邊天氣好之後 我們可以從那邊登岸 登岸 登岸之後 可以到海洞裡面去往 對 對 這兩個我們都要在這裡 要去幫忙 這裡真的 這裡會有什麼分別嗎 有 這裡整片比較是可以 像那個是很有名的叫大理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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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那一邊 那一邊 這太難了吧 大理 那一片 有看到嗎 好 還有等浪來 等浪來 不要掉 我們現在再來就是 大家說的龍洞 龍洞 這裡就是龍洞 OK 我們現在看 這邊有一個 但我們現在被打破 你剛才從這邊往裡看 然後 那邊有一個 聽說它這裡是一個國際級的攀岩場 我先過去看一下 哇 哇 又來了一個沒來過的地方 其實這裡的岩石 真的滿適合攀岩的 東北角的 奇景回復生動 這真的令人太為觀察 帥 穿過去的耶 它是穿過去的耶 沒錯 好 好 大家玩累了 你就可以在這邊休息 好 好 而且開頭往上看 這邊的岩石是 溫定已經在很漂亮 對 你不覺得這真的很像 Tom Hanks當初那個 浩傑重生的場景嗎 我跟妳講真的完全一模一樣 它就是大家在旁邊 這樣一點點有沒有 然後那顆球在旁邊 好漂亮喔 這再上去 這再上去喔 這邊還可以過去 這是另外一邊了啦 對 這大概 是整個攀岩場的 靠近中間的部分而已 才中間的部分而已 下去還有而已 黃金谷啊 還有很多的攀岩點 就是國際級 很多國外的高校 都會來挑戰的攀岩路線 辛苦了一早上 終於成功的 和龍洞本洞近距離的接觸 歐夫說接下來要挑戰 跳水秘境 好好犒賞一下 當然別忘了安全第一 有教練帶才能玩得盡興 好 來 能見度超棒 能見度超好的 而且在能見度很好的時候 感覺就是跳到頂 好了 我要跳囉 重頭戲了 全部就是要成功 在我們太空園這邊 有一個叫萬路嘲諷 你看到 來 在那裡 在那裡 有沒有 有沒有陪你 狂頭路萬路嘲諷 台灣第一點 加油 來… 加油 好囉 可以嗎 可以嗎 加油 因為它水很乾淨 所以你會感覺好像跳到底 你會感覺好像跳到底 你會感覺很像跳到底一樣 不要跳 真的假的 你身上的衣服很小健耶 會不會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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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你了 OK 可以… GO OK… GO YOU JUMP I JUMP YOU JUMP YOU JUMP 好 我要做黃色跳的命令 可以停吧 行… 我覺得在天氣好的時候 是滿棒的一個點 對 就是它 大太陽高大 而且這個點一定要選正中舞跳 一定要 因為你正中舞的時候 你感覺啊 也許到水面 大概只有個 好啦 三米啦 真的 大概三米 但是你看到水底 我覺得大概有六 六 七米 十米內 五到十米之間 退潮的話又更高 漂亮 後側 你算滿猛的耶 你跳幾次了這裡 不記得耶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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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司機了啦 難怪啦 難怪啦 這奇怪怎麼 完全能面部改設 好 放開 OK 好 走… 我們就要去拿 可不可以吃飯 好累了 好飯了 不然之前還要滑回去 換個臉了 好啊 走啊 那我可以再最後一台嗎 因為我沒有要動了 老司機 有一個是我的 碧海藍天 台灣 這個海洋之島啊 擁有了許多珍貴的資源 還有最迷人的景致 學習如何在維護自然的前提下 用最安全的方式去享受 去擁抱這片海洋的美好 相信更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加油 我們相約 龍洞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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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長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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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我們這樣也不辛苦 就是來到阿里山這邊 又有一個新的認識 是 但是從頭這樣玩… 玩出了不一樣的阿里山以後 是 現在 重頭戲來了 全部就是要等他 他 黃頭路 在我們太空園這邊有一個叫萬路嘲諷 是 這個看的機率高不高啊 看的機率滿高的 我怎麼聽說有的人來 然後搭遊覽車上來 又再搭了遊覽車回家 來這裡住了三天兩夜 就等於是來喝喝茶又回家 只有百分之六十 對 有來十三號沒有看到的 路 對 白路是黃頭路 在台灣基本上你是應該滿容易看到的 但是你要看到整群這樣來 對 的機率只剩下百分之六十 四十 哇賽 所以只能等喔 要等 要等 他就是看天氣狀況 如果東北氣溶的話 他就會回 如果 如果說到南風 他就 不肥人都不會再生 哇賽 我覺得 這種感覺好像有一種就是 你在 台灣你要釣魚很容易 但是你每次都釣不到 現在我們要等黃頭路 我不要有那種釣魚的理論 不要再讓我釣不到了 來去等等看 太新的 GO 黃頭路是全世界上分布最廣的陸科鳥類之一 他們在台灣雖然中年可見 但每年秋冬季 他們會移居到比較溫暖的南部杜東 來年春天才會回到北台灣繁殖 奇妙的是 他們身上沒有儀器 卻總是會經過太新村這個山谷中盤旋 很多人等了幾天幾夜 也不見得看得到一次 不知道我今天夠不夠幸運囉 好 來 小豆 趕快過來採 趕快過來看 對 在哪裡 我都沒看到 完全沒有東西 你等一下再看 雖然我們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到現在 我都還沒看到 因為 這邊 它從青椎西遊 對青椎鐵來的 怎麼來到生毛樹西 這個國家我們就看到 對 已經 已經剛才過來這裡了 所以在那邊 有嗎 有 一定有的時候看到 它等一下會這樣盤進來 會 會從巷山這邊 它不是盤上去 來到這邊有沒有 對 到那個 真的來了 來了 在那裡 有沒有 非常漂亮 它本身從我們小到現在 就已經有做 所以它算是千禧鳥 還是流鳥 它是千禧 千禧的 是 它是 我們往年是從那個 七到十月 八月 最早是八月二十三號 八月 然後到十月二十七號 到十月八 九 十 兩個月而已啊 兩個月 對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它這兩個月它有來的時段 才有四十天 只有四十天 所以有的來十三趟都沒有看到 有的來一趟 有的來一趟就看到 像我這種第一趟就看到 對 好 來 給一個光景 不行 好開心 對不對 它不是直接就飛過去 所謂的 它還會彈簽 你怎麼樣 在彈簽那樣 它在那個彈簽 又回來了 對 它是要從那個 這個氣有沒有 它要彈簽 彈簽之後才飛過那個山頭 我們那個太星也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有沒有 所以就這邊就很壯觀 有時候前村都會到 對 又來了 它們都會分批的對不對 對 這一趟過氣 然後如果等一下再來 就不通批 越盤越高了 對 越盤越高 所以它要盤旋 它氣得現在比較矮 比較矮 氣得比較矮 所以盤旋 你如果再無動力的情況 你要盤上去 你需要靠氣 對 鳥類很厲害 它已經開始盤到上面了有沒有 你看 它們有時候一定 也會在這邊上升 也會在那邊上升 會在不同的地方做上升 大部分上升 就是在山頭這個部 這邊 但是其實一次再高 對 一次比一次高 你看它現在又繞回來了 繞過來 然後你看再拋 拋的一圈過來 順時鐘的概念 它會這樣 一直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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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樣 是 所以很壯觀 好漂亮喔 那萬路朝鳳的鳳是什麼 鳳就是我們太星眼這邊 對 它是從這邊呼過去 對 然後我們太星眼這個地方是 鳳凰穴 對 以堪語學來說 它是鳳凰穴 對 所以他們說 這個就是鳳凰穴 對 所以所謂的 萬路朝鳳 對 就是在這個季節 8月23到10月27的時候 它會從雲林的那邊 直接飛過來 到我們太星眼這邊 是 就是萬路 萬路朝鳳 萬路 然後它帶頭那一個 是最年輕的 其實這個滿不一樣的耶 好像本來都是應該由長老帶頭 對不對 我們上課 他是最年輕那一位在帶隊 為什麼 因為 但他的經驗 他的經驗值也一定沒有 沒有 一般是有經驗的 還有是什麼那個中年人 對 但是他不是 他是最年輕的 是 這值得學習 是 真的 什麼眼睛也不曉得 我覺得應該就是 他是把機會讓給年輕的 對 真的 對 是 我們在盤起來有沒有 一次高有沒有 又高了 上去了 真的 風極島 我們現在要來的地方是 薰衣草森林 為什麼它叫薰衣草森 為什麼它這麼有名 這邊很多 整片的紫色珊瑚 紫色的珊瑚 紫色的珊瑚 對 我知道珊瑚有很多顏色 但紫色真的特別少 很少見耶 它有紅色的 我有看過嘛 然後黃色啊 綠色啊 白色啊 甚至有黑色的啊 但紫色真的滿少的 它就因為這樣而著名 對 而且是整片 一大片 整片 對 多大一片 你人游不出去 游不出那一個紫色 游得出去 可是你不會看過 這麼大的範圍 的紫珊瑚 對 好 去過了這麼多地方 我真的還沒有在 這麼大的範圍的 紫海裡面游泳 就把自己想像成 就是下去紫米的意思 紫米海洋 聽起來就很爛 今天要一講薰衣草 OK GO 對 這裡還要跟大家講一個 不能用跳 我早餐要飄過來 過來 過來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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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第一店 你知道為什麼 這裡的水深大概就1米左右而已 1米5到2米左右啦 但是退潮的時候 我們現在算退潮 現在在漲 現在在漲 那這樣大概有2米喔 2米你也 也沒有辦法跳 我們慢慢下就好了 可不可以給我救生圈啊 可是 你知道這種 這種最討厭 不是 不是 就是你腳不敢亂踢啊 就升圈 等一下喔 可以綁一條吧 還踢不到這裡2米多 現在2米多 對 還好還好 那我先蓋一下裝備 根據這一次同行的工作夥伴透露 他們去年就想要來這一片 海底薰衣草森 可惜當時無緣 我倒是覺得慶幸了 要不然這難得的經驗 就不屬於我了 好 有了 那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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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片 一整片 你有看到嗎 有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比我想像風漂亮耶 我以為看照片 有沒有一般人大家都會覺得說 拍的照片 就是拍照片而已啦 沒有 可能會知道 趕快拍的照片 沒有 一整片 一整片 紫色的露體 感覺 所以不懂說什麼 太小了 怎麼會造成它一整片的紅色 這也很妙 它有 我剛有看到有紅色的 有咖啡色的 也有綠色的 它是紫色的 很鮮豔 而且很漂亮 一整片 原來從空中看是這種感覺 我跟你們一樣也是第一次 以神的角度來欣賞 果然令人讚嘆 而這一片美到不行的海底薰衣草森 吸引力真是很夠 因為連我們水性不好的工作人員 也都噗通一聲的 進入了這夢幻福的世界 連咬著呼吸管 都可以在那鬼叫鬼叫裡 罐頭說 冬極雨最佳浮淺期限是到9月底 看完了節目 你還來得及安排休假 飛來澎湖一探海底薰衣草的紫海魅力 不然就得要等到明年的4月囉 我是來拍網美照的 澎湖 南方式的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拍 網美照的地方 而且就是自由潛水的網美照 好漂亮喔 我覺得我老婆一定會要求的 好嗎 好嗎 怎麼走 像我们今天的话表定时间是5点26分日出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日月潭的秘境 你月洋湾看到的话大概会慢的40分钟左右 慢40分钟 它会从远方的这一个后面这座山这样慢慢的这样上来 其实在日出行程它是特别的漂亮 对 然后 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 对 那我们的团队有点立奖 又会帮大家用单眼在台上拍照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让大家来这边体验立奖 可以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 我们要滑到哪里 今天要滑到来 我们今天会滑到日月潭秘境中的秘境 因为立奖日出团的时间 非常的早 所以Lio教练也提供背包客室的休息空间 你可以在这边好好睡上一晚 还可以在大厅跟旅伴们好好聊天 等着集合时间的到来 再跟着一同参加立奖的伙伴们 来一趟日月潭秘境之旅 好漂亮耶 本来在岸上看会觉得 华丽讲干什么 但自己下来觉得好舒服喔 我觉得日月潭还有很多就是 跟你想不太一样 一般人来日月潭都会 因为就是睡饱 因为出来玩 因为睡饱饱 然后才出来 早餐吃过了 接近中午了 然后去走一走 然后下午去环坛一下 几个超发尘 然后 我觉得一早起来 真的可以 一早 一大早 跟我们一样三点多 你起来去吃个早餐 吃完早餐以后呢 你就可以来这边等 然后在水面上等日出 其实很漂亮 你想知道有多漂亮吗 给你看 我看我能不能转得过来 给你看 就是这种 对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本来想要把你转过来 又转不过来 吓死我 对啊 好 然后呢 手送谁要有奖的后 你去动它 可以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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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了 太远了 太歪了 看到水就想闹一波 不要生气哦 在日月潭水面上滑行 享受湖光山色 太幸福了 和在海洋上奋力和浪搏斗 那是完全不同 我觉得 我觉得花SUP 在这种日月潭安静的湖面上 这是一个很属于个人的空间 你就只有一张板跟你一个人 然后还有一支架 我觉得这是很属于自己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你有时候会思考很多的事情 你也可以放空 像我刚就来到这一片 我觉得 也是很属于我自己的这一片 就是它 对 但是滑过来的时候 你还是要小心还是要注意 因为它下面有一些树根 所以 你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话 你就会在那树根上面 但其实也蛮痛的 对 酷 而且这个角度好像亚马逊 很像雨林的地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内旅游正夯 也因此 台湾有更多美景被发现 看看这些厉害的网美照 何必要出国 才能度假散心呢 流星周边 绝美景点就在你身旁 但光拍美照还不够 重头戏 来咯 好 很好来 一二三 来讲抓紧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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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就是这样很想下水 你还好吗 你要上啊 要 喝到了吗 你还好吗 好喝 恭喜你喝到日月潭的水 掌声咕咕咕咕咕 真的很少人喝得到的 很少人就这么样直接喝的 通常都是要煮过 准备 准备 好 准备 准备 妳要搬到蜆夾 不用搬到蜆夾 好准备 可以了 可以了 好准备了 好准备 好准备 好 加油 這樣就好了 我會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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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彈上立獎平穩安全 也才能有這個 適合各年齡層的體驗遊戲 而接下來的活動竟然是 吃早餐 我來約你吃早餐 真的喔 對 嗨 妳好 妳好 豆哥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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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妳 好的 早餐 好的 這邊 怎麼那麼好 是 今天什麼生日 生日快樂 謝謝 生日快樂 謝謝 生日快樂 謝謝 生日快樂 來囉 我早餐要飄過來了 台灣第一點 過來 過來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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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早餐 這是我早餐 吃早餐 吃早餐 妳早餐準備得還滿好的耶 謝謝 好酷喔 謝謝豆哥 包椅菜 我們台央早餐 就是在這台的祕境 這個早餐裡面 就是我們當地的食俗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搖烤麵包 魚光搖烤麵包 這是我們用材燒搖烤的 除了在我們的 背包客棧的早餐吃得到之外 就是在我們的魚光的店面 還有上山遊客中心可以吃 上山遊客中心 是… 然後就希望可以把這些健康的東西 一樣帶到台上 大家健康的運動 然後健康的吃 很酷耶 對 這些搖烤麵包 可是地利人和的結合 教練的太太 家中本身就是做搖烤麵包的 以健康生活的概念研發出 多款健康少負擔的搖烤麵包 體驗立獎後 在風景迷人的壇中央 來一份健康的營養早餐 是不是很享受呢 這個是我們在地的 阿薩姆紅茶口味 茶香然後搭配乳酪丁 你們這樣做多久了 這邊我是在地的 對 然後我之前在台中工作期間 然後現在就返鄉 回到這邊說我之前做交運動的 然後回到這邊想說 到底回到家鄉可以做什麼 對 我想說那我們這邊風景那麼好 山水那麼漂亮 又有山又有水 那我就到不如來這邊 帶大家在這邊運動 所以我們做金龍山日出野餐 跑步還有做水上活動 對 把它全部結合在一起 對 很酷耶 我覺得會願意就是回鄉發展 其實大家聽到回鄉兩個字 也會覺得鄉下很難聊 鄉下能做什麼 但鄉下很安靜 沒錯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想做的事情 其實回到鄉下 你還是能找到 就是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 對 而且你也可以幫助其他人就是 比如說 日月潭已經很紅了 日月潭是一個 非常非常熱門的觀光景 是 但很多人來可能 像我以前來我不會這樣 但這次我來我覺得這樣玩 日月潭可以這樣玩 滿舒服的 是的 對啊 舒服… 起一個大早 在太陽 趕在太陽還沒出來之前 你先到日月 是 你就可以蒐集真正的日跟月 你先蒐集到月亮 沒有 日出也來了 你就真的在日月潭 沒有 救命